李居明大師會客室 師傅你好 林極你好 各位網友好 現在全球焦點都落在美國 11月3日就會總統大選 究竟師傅 你可否在玄學上透露少許玄機給我們 特朗普現在好像變成了專家 我又寫著特朗普 我又拍過電影 我親自去到白宮看特朗普的風水 近期在《星島日報》寫了很多文章 揭示了特朗普的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大家可以看看《星島日報》的專欄 和《東周刊》和《頭條》 包括我們的視頻 都全面說了很多特朗普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知道更多特朗普的事情 其實就是我所過去這段時間 在《四大傳媒》 特朗普圓學研究專家 是的 可以出書和專門說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 我給大家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大家看到 特朗普和美國的八字差不多 是差不多一樣 大家都是忌討生於馬月 忌討生於馬月 那麼特朗普之所以做總統 是因為他行庚子和辛丑這個密碼 而使他做到美國總統 大家記住庚子年是2020年 辛丑年是2021年 其實他應該在這個大選 是應該是著數的 理由就是今天庚子年 根本就是他大運年 然後他那個辛丑年 明年2021年 都是他行運的密碼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特朗普是一定有一件事發生的 就是無論他多惡劣也好 他都有一個反彈的能力 反彈的能力就是 你也知道現在我們說的時候 是在這個六月尾七月這段時間 其實是人都會說特朗普選不到 是人都說特朗普是不行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特朗普在大運上面來說 他是應該會成功的 而反過來來說 在月份來講 即是接下來這幾個月 他是的確不行的 原因就是因為 在這個美國大選的日期 是11月3日 那一個月叫秉率月 那日選舉的日是叫更率日 其實那個月和那日的密碼 是非常不理他 你看這裡就是38到48歲 在他行務出界運的時間 他的八字全部火肚熱到七彩 其實就是他人生最低谷 在38到48歲的時候 特朗普是破產的 所以那時候很慘 所以來香港 就得到富豪的幫助 就在美國翻生 就開始用很多金的五行 來救他自己 但是他現在正在行金運 他的金的死亡是到73歲 所以換句話來說 他應該就是說 他在庚子年 即是今年 他還有一個余威的力量在這裡 但是去到明年的年尾 才完全沒有他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有幾樣事情 大家要知道 第一就是說 在月份和日期來說 對他不利 但是在年他的大運 對他有利 意思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他會永遠 就是當大家都看得他很慘的時候 在西曆的8月8日到10月8日這兩個月 他有扭轉乾坤的跡象 因為那兩個月是有很多金水來救他 所以我就會覺得 在8月8日到10月8日這兩個月 就是特朗普怎麼扭轉乾坤的兩個月 林忌 你猜他扭轉乾坤 會有什麼辦法 他的金色頭髮 是否都可以幫到他呢 你意思是留長這張頭髮 是的 因為我最近發現他每一次見記者的時候 他不是每一次都是那麼蓬鬆和那麼金 有時候是偏白了 那會不會他保持著一頭 金光閃閃的頭髮 再吹高一點點 就是更加鞏固他的金運 對他的形勢會有一點 首先剛才我們說到8月8日就有舊 其實我們是有一句潛台詞 那個潛台詞就是8月8日之前他需要貼地 是的 問題就是會不會在8月8日之前 他已經出事了 出什麼事呢 大家要知道 在7月8日到8月8日 也就是說他那個 衰運是去到 今年的衰運 去到極端的時間 谷底的時候 是行一個叫貴味月的 那個貴水就是水 但是呢 因為他八字土 火和土多 那個貴水根本就會蒸乾了 跟著那個味又熱土 也就是說特朗普在 在這個8月8日之前那個月 是有機會有三件事發生的 第一件事就是他可能會遇石 因為火多的人是很容易會遇石的 就是被人爆炸 第二件事就會吃藥 而吃到出事 你也知道他前一把手震 整個人面色變 也就是說這個月 他有機會可能會大病 甚至可能會 心臟不停頓了 這件事 所以他能不能夠過得到 8月8日呢 其實在八字土 我們都害怕 就是害怕他直接出事 或者甚至會死亡 而這個貴水一停 即是沒有水泥 他就靠大運裡面的辛丑 那個丑就差不多完 只是靠這個辛金來救他 你明白嗎 但是這個辛金已經燒到暈 這個金是來救他的 金其實是中國 因為中國是生於十月一 其實一直下來 特朗普是錯做一件事 就是他不斷罵中國 不斷去攻擊中國 其實就是等於將他的用神 是不斷去撼劈 以及趕走他的用神 其實對他來說 在我們八字上面來看 我們不懂得看政治 在八字上面來說 其實他是不應該攻擊中國 即是在我們的角度 中美貿易戰 其實他是不應該跟中國打交的 他應該跟中國是和好 因為中國是生於有緣 就是他最漂亮的密碼 有什麼理由你要跟他交惡呢 等於北韓一樣 醜土就是他其中一個散熱 現在他走到這個醜土 就沒有了金 是金的墳墓 所以他跟金正恩 亦是亦有亦敵 但是傾向於金正恩和他 做朋友是比較好 所以我猜 特朗普如果他過得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八月八日 即是他能夠那個月不死 能夠只是病 或者只是壞 或者只是票數最低 但是去到八月八日之後 我的預言是特朗普會突然間 是和中國很友善 突然間和金正恩很友善 來到他用另一種方法去强調他的運 因為他不斷發現到他攻擊中國 或者和北韓不行 是和他不斷還會 是幫他不斷的時間 一個商指星座的人 就是這樣 就是當我用一個東西不行的時候 或者龍口反絕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用它拿著 去把東西變回朋友 這是兩極的方法 是,我觉得特朗普会在毕月爆到10月爆这两个月 是会突然间和中国和巴韩和朝鲜 是突然间和好 还有以前用的东西全部反过来做 就是说以前做的,现在不做 来到希望作一个自知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绝处逢生的反击 如果这两个月反击到,还有一件事 他就一定会通过普京,也就是俄罗斯来帮他 因为俄罗斯就是北方的国家,就是水最多 所以特朗普有什么不行呢?他一定会找普京的 所以我觉得普京就会用他的方法去帮特朗普 在这两个月里扭转乾坤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要看死特朗普 他分分钟会转招的,这个就是我的预言 所以我是根据八字而已,我不懂政治的 我只不过是看着那些五行来想而已 但是去到这个大选前,也就是10月8到11月8 那个月就叫秉率月了 准管他用了那两个月去扭转乾坤 可能跟中国好,跟着再跟北朝鲜好 骂了架的不行,现在倒转就好又试试看是否不行 而去到10月8到11月8日,行秉率的时间 再去到11月3日是更述,就是他人生里面最恶劣的密码 可能一到10月8日,就算他扭转乾坤 这个月也会比较差,所以秉率月其实对特朗普来说 真的可能是很大件事,因为在他的八字里面 甲木和这个月木都是代表他的观星 观星一走到那个秉率 那个率字,即那个乌乌9,跟那个人目又会合成火 跟那个某木又会合成火 他两个观星都合了火 那又行更述,今年的更,月更又合金 又将月木合了做金 造成了他的观星又没有了 所以儘管是在他的扭转乾坤的8月到10月发生 但是一过了10月8日之后 那个月其实他也是去到一个非常之严重的谷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在11月3日的竞选是非常之不理他 所以看看特朗普 第一,他的生命有危险 在8月8日之前 第二,就是8月8日到10月8日的时候 会不会扭转乾坤 调转一些东西来玩 发挥这个双子星做的特性 第三,就是说 去到那个月选那一天的时候 他这么多的衰 就是这么多的狗 特朗普来到合了火 他又怎样能够将那些火来平息呢 所以其实 在来的这几个月 的确特朗普 是将会面对人生最难搞的几个月了 相信我们作为局外人 我都写过月劫特朗普 我都12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做月劫特朗普 所以我也想知道 他这几个月的收场是怎样 这个收场一定是会很震惊的 我相信这几个月 还会有很多东西变化 以他的性格来说 还会做很多 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至于那些是什么呢 我都是敢颇而不敢言 只可以说到这里 给大家有思想的空间 谢谢大家 H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